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看到下面這一隻有沒有 這一隻就是所謂的新尾獸 他正在被兩隻蝎子打喔 我是不是該下去幫忙一下還是 他不會已經被那兩隻蝎子 給弄死了吧 哇他還真的被這兩隻蝎子弄死啊 你在跟我鬧著玩的吧 還是說他只是把自己 喔他只是把自己捲起來而已 我把他給弄死了 我把那兩個蝎子弄死了他好像把自己捲起來而已 他應該還沒死吧 啊他還沒死他還活著等級19 他的頭還在轉 剛好在這邊可以看到他的樣子耶 我找了多久啊 兩個小時左右吧 絕對超過了應該是絕對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哇他真的要找 好久好久啊那我等一下 可能要設法來讓他暈眩喔 我現在看不到他的任何狀態我也不知道說 讓他暈眩到底要多久 他才會暈眩喔還有他現在把自己 給捲起來了好像他那個 他殼的那個 防禦力特別高 所以要讓他暈眩也是有點困難的 就怕在還沒讓他暈眩之前 他就會先死掉這點是比較麻煩喔 不過幸好我現在可以直接瞄準他的頭啦然後 然後我可能要先把劍先換成毒劍就行了 我把劍先換成毒劍 我有87根毒劍喔 完全不知道要花幾根劍才讓他暈眩喔 希望在他暈眩之前 我可以先把他弄暈喔 他是等級19的 然後這附近這邊的話呢 跟大家講一下喔這邊是 這座山在那個我原本的東北角這邊 就是我有搭死亡 搭橋到死亡島的那個地方的山坡上 在這裡我找到了他 天哪 他會不會打我 不會 但是 他會不會暈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多久才會暈喔 旁邊還有那個甲龍來搗亂 我已經射了他幾箭了 二三十多隻箭了其實 怎麼還來啊 在這裡最麻煩的就是 在他暈之前呢 會有很多人來找麻煩 然後在馴服他的過程 一定會有很多人來找麻煩喔 哇我現在到底射了多少隻箭 喔他暈了他暈了他暈了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喔 到底有幾根箭喔 我到底花了幾根箭才把他給弄暈了 我已經算不出來了 其中還有一些箭呢 是射在了這些其他要來找麻煩的人身上 我把那些箭撿回來看一下 我只撿回了九根箭喔 那但是在這之前反正我先 呃我先把東西塞到他的那個肚子裡面去吧 他 因為他是比較喜歡吃那個農作物的啦 農作物那類的東西 哇他的這個下降得也好快喔 他的音訣下降得很快喔 所以要馴服他應該也是需要超多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也帶了很多這個東西在這邊喔 再來的話呢 最大的麻煩就是要一直待在這邊 然後監控他的一舉一動 我看這邊到底要花多少個 多少罐藥劑喔 不太知道到底要花多少罐藥劑 我自己才能把它給馴服喔 總而言之我們就等等看吧 啊好的各位所以呢 剛才一個不小心 我死掉了 要再找回去那邊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那附近太多的箭持虎了 所以現在的話呢 我能做的事情啊大概 哇塞這個車床怎麼耐久度會降了這麼多了 這怎麼回事啊 我這邊的東西怎麼耐久度降了這麼多 我就就我的車床耐久度這樣降了特別多 還有這個 耐久度怎麼都降了這麼多了 這怎麼搞的 哈哈哈哈 好吧 總而言之呢 目前為止啊知道的就是呢 呃 這個山上面會有出現那個星尾獸 但是 呃 要上去的話真的是還蠻恐怖的喔 然後 我想我的 阿根廷巨鳥大概也 存活不下去了吧 所以說 等我再一次整裝吧 然後我再 上去那邊再找一次看看好了 啊天啊 經過了好一段時間我終於有整裝好了 那我這一次我決定 就帶著我的黑金 不是帶著我的星星過去吧 帶著星星過去 我想一定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還有就是這幾隻小鳥 這幾隻小鳥都還沒有使用過對不對 但我總覺得啊 他們應該會很好很好用的才對 所以這邊有一隻嗎 我覺得這邊應該都還有了才對 要看他的名字在哪裡了 名字 要看名字才能知道在哪裡 這點是蠻神奇的 呃 不會吧不會只剩一隻了吧 應該不只的啊 啊 怎麼只剩一隻 不可能的 喔這邊還有一隻趴在這裡 應該還有一隻啦 不過算了 怎麼這樣那個帶著兩隻 應該也夠 這邊還有這一隻啊 第17等有沒有 等級最高的 叫他們都跟著我 然後呢我再 騎著我的猿人出發 我有這三隻小鳥 然後他們都帶著走 然後 我的猛馬相先放在外面喔 猛馬相放外面是因為 我常常的就要他那個啊 我常常就是要他去收集果實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身上才會有這些東西的 那當然我是準備了 啊我少準備了那個 昏迷藥劑喔 稍等一下 昏迷藥劑在這邊喔 這邊當然也還 就剩下這一些了 我不知道到底要多少才可以夠用喔 就 拿個200罐過去吧 那要看運氣啊 還能不能再找到是一回事了嗎 反正先過去趕過去那邊嗎 要怎麼過去 我被擋住了 喔對喔 我還忘了 他身上其實也還有一些東西的喔 可能要先拿回去放 還有我忘了他的那個頭盔了 再準備他的頭盔來吧 嗯 準備好他的頭盔了 他戴起來之後 其實樣子就跟我長得差不多嘛 樣子其實我們兩個長得還蠻像的啊 他就是大一號的我而已啊 天啊 好吧再去找一下新尾獸吧 我在想說我這個山上到底會不會有 不管是算了還是跑到剛剛有找到的山上那邊去吧 我的天 眼前出現一個擊背龍在擋住我的去路了 只好試著攻擊他 先把他給弄死再說了 怎麼都沒射到他的樣子 射到了射到了 終於射到他一箭了 第二箭 他來了 第三箭 來了 我的金剛去打他了 唉唷 哇 他一瞬間就被弄死啦 等級7的啊 他一瞬間就被弄死欸 真的假的 哇 哇 我這幾隻鳥其實也很厲害的嘛 那我現在不太敢採集他身上的肉 為什麼 因為我怕我會把那個我這邊的鳥都打死喔 因為他一直在我頭上飛嘛 欸啊我的 喔他在這邊 想說他去哪裡了呢 好啦 我已經快要到達那個山那邊 我在山腳這邊了吧 就是那座山了 就過去再上去那邊看一下吧 看看碰碰運氣吧 還會不會再出現了 喔有隻暴龍在這邊被卡住了 不對不對 我一來之後他又衝出來 我一來之後他就衝出來了 暴龍暴龍暴龍 欸暴龍被卡住了 欸卡的好卡的好 呃我叫我的鳥現在原地都先待著吧 這隻暴龍既然在這裡的話呢 我就 設法把他射死吧 我用的目前用的還不是毒箭喔 就是很一般的這個實踐而已啊 不過我得先排除所有可能的危險之後 再去 設法馴服那個吧 不然的話這邊還有一隻這個雷龍在這裡 被他弄死了 感覺這一隻好像也是很強的吧 喔天啊射這麼多劍還不死喔 喔12 喔等級12的果然不簡單 嗯 過來這邊搜刮一下他身上的東西看看好了 也許會有什麼劍什麼的沒有 沒有就算了 沒有的話我幾隻鳥都還安全 好很好 搜集他身上的東西之後呢 繼續往山上走 哇好多迅猛龍啊 別鬧了別鬧了 怎麼會這麼多迅猛龍的 喔 不過說真的我那個 哇還有劍齒虎這麼多 天啊 來啊要來打就來啊 不怕不怕 哇我還有三隻這個鳥果然不簡單 我三隻這個鳥太強了 哇等級30的那個迅猛龍 等級30的劍齒虎也被這三隻鳥也弄死啦 哇 哇 我這一隻金 我這一隻猿人好像都沒怎麼掉血 但是他們掉血如何 我就不知道了 那他們一直飛來飛去的 現在 有幾隻 喔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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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來 打 哇我的我的那個其中一個 哇 好強啊 哇全都是我這些鳥打死啊 哇這個鳥原來這麼強啊 這個鳥爆強的啊 哈哈哈哈 打從一開始就應該把他們全部帶著了才對喔 因為他們實在太強啊 又有一隻暴龍了 再來挑戰看看 不過在那之前先 先讓他把甲龍先弄死再說吧 我這邊這幾隻 有幾隻可以升級的 看他是 是他贏還是甲龍會獲勝喔 那通常來說的話 好像那個什麼 星尾獸是不是 星尾獸的話 他那個好像也會在 甲龍會出沒的地方 所以 才會在這座山這邊出沒的喔 那這個暴龍來了 打 哇 又是被我那三隻鳥給打死的啊 當然我的 我的原人一定也必須要有多補幾刀才行啊 不然也是蠻蠻危險的吧 先叫他們先停下來吧 等一下他們到地上的時候再看看說 再看看說他會有 升級看要剩些什麼東西吧 這個我再多拿一些肉好了 那些鳥好像也是吃肉的吧 欸他們怎麼還不停 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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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不停 這麼喜歡飛啊 我想點到他都很困難 喔 正想點到他的時候他又給我飛下去了 他們不肯停欸 一直叫他們停他們不肯停的 喔 他們現在都是跟隨著這個圓人的喔 所以我要坐在圓人身上叫他們停才行喔 原來如此 現在怎麼會改成這個樣子呢 我看一下喔 那他們的話 還有一些肉啊 所以他們自己可以吃肉 但是他快死了 所以還是可能要加一些他的血量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 不過他們真的超強的就是了 這這個也快死了 加一下他們的血量啊 然後一些肉的話補給他們 然後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在空中的 空中的點不到他 點不到他 沒辦法 不過他等級比較高喔 應該 比較不用擔心他會死喔 這幾隻比較 比較需要擔心一點 好再來就不要去挑戰暴龍就行了 現在的 專心一致目標就放在要那個 找那個新尾獸的那邊吧 喔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在這邊在這邊 這邊還有一隻 哇果然現在都開始會刷出來啦 然後但是這邊也還是 哇這個等級25的 比剛剛還要高啊 會不會我身上帶的劍不夠多啊 我身上帶的毒劍不夠多怎麼辦 先叫他們在原地全部待著吧 喔不對我要在他身上 然後叫他們原地待著才行 現在我有這些在附近當保鏢啦 我想要馴服他也許 喔來了 果然全都是劍齒虎啊超麻煩的 他去哪裡了他去哪裡了 幹嘛飛走啊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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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飛走 要叫他們那個全力去攻擊的才行喔 現在的話 不叫他們全力攻擊根本不行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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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被我馴服了 不對不對不對 這一隻是被我馴服的那一隻嗎 可是 這應該是出BUG 這一定是出BUG 這個絕對是出BUG了 沒想到竟然被我給馴服了 我 而且他身上他果實根本沒吃多少啊 我這個藥劑當然也只花了10罐 因為那時候還在馴服他 然後我被殺了 我被殺了之後我人就 重生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沒想到這一隻 他已經算是我的了耶 哇 居然會出這種BUG的啊 然後 他的話呢 是有他的鞍喔 他的鞍的話呢 要在等級30的時候 可以學到是在哪裡啊 我來找一下 在下面一點點的地方 在這裡喔 這個就是他的鞍了 但我現在沒有任何點數可以用 我的點數為什麼變成-72了 哇 這個 這個怎麼BUG越出越多了 我的點數變成-72是怎麼回事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還無法學他的鞍喔 那到時候我看看我升級會是什麼狀況吧 我沒想到 他出BUG就讓我算是馴服他了 真是太好了 所以叫他們全部跟著我吧 他會不會跟著我走 應該會的吧 會嗎 會的嗎 不會耶 他是不是被卡住了 因為在馴服他的時候 他好像就是一直被卡在這邊了 他動不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動的 嗯 或者就讓-或者就這樣子好了 不要讓他那個-但他的血量太少了 所以現在要來讓他暈眩的話也不太可能喔 我想說可以那個-不要馴服他 變成不要馴服他就行了 不過也是一個麻煩 那現在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耶 再去找一隻囉 再去找一隻了 喔他出來了 他跟著我了啦 他跟著我了啦 但重點就是我沒有他的圖鑑而已啦 雖然馴服了一隻但是沒有圖鑑喔 好吧好吧 不過我看 這一集的時間也-我看也差不多了啦 其實我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了 我實在是-一集如果說要湊滿20分鐘的話 真的有點困難 找他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了 欸怎麼只剩這一隻 喔他們三隻都飛在一起了 好不然怎麼說呢 我看樣子是-不知道發生什麼bug了 然後馴服了這麼一隻 但是我沒有圖鑑 所以-我要在這附近再找一隻來馴服喔 那-這個過程的話呢 應該也就-也就-大家也不用看了吧 就這樣子了 所以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算是有馴服了這麼一隻新尾獸啦 這隻附近我再逛一逛看會不會再出現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會囉 那邊還有一隻 又看到一隻了 又看到一隻了太好了 都在這個山上 果然還是有的 又看到一隻了 正要說結束雨的時候 那我就看看能不能把它弄暈吧 這邊的話呢 還有很多的甲龍 還有很多的這個猛馬象 還有劍龍在這邊喔 我看應該沒有問題 他等級多少 4 所以要馴服他應該會比這一隻還要來得簡單 或者說把他弄暈應該比這一隻還要簡單喔 我先叫我們全部都在原地先待著好了 然後我先試著把它給弄暈吧 弄暈之後我們再來看看那個狀況 所以先換成這個 4 因為我如果說沒記錯的話啦 好像只要對他射第一隻劍 他應該是不會逃跑的 他只會在原地把 喔不對他會攻擊我嗎 喔他會攻擊我的 還以為他會那個把身體給拳起來 結果沒有他會攻擊我 哇那這樣很麻煩啦 這樣要弄暈他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欸他暈了嗎 喔我被誰打了 哇他的同伴 他的同伴也打我了 那這一隻是暈了嗎 欸這隻暈了耶 他這麼快就暈了 然後這一隻的話看樣子 欸欸欸好了好了好了 全全全停點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這邊好不容易有一隻的啊 啊算了算了我先管這一隻好了 這隻是什麼劍龍哇全部都 哇亂了亂了亂了 一切都亂了一切都亂了 一切都亂了 一切都亂了 啊被打了 沒辦法我只好幫忙來打這個劍龍了 我怕我的原人如果說在這邊死掉就不好了 喔獲勝獲勝 大獲全勝 然後這一隻的話是那個 啊這一隻是把頭給全起來了 喔叫他們先停著好了 叫他們先停著好了 喔我的天啊 這邊怎麼變這麼亂的 大獲勝 啊天啊剛才不知道怎麼遊戲就崩了 欸我怎麼了 我怎麼了 我為什麼 我怎麼了我為什麼頭會一直往上面飄的呢 喔應該是這個的關係 沒有我有 我有拿著我的遊戲手把 我的遊戲啊喔不要發射不要發射 我的遊戲手把那個有連接到 好終於先拿回來 剛剛的話遊戲是突然之間崩潰了 可能是我的遊戲手把的關係吧 然後 欸等一下這一隻是怎麼了 我最後呢是有把果實放到他的身上去然後 他怎麼又變成我的了 莫名其妙啊所以我要那個 好啦好啦好啦 天啊我要來弄這隻白色的 我怎麼會搞的 我這等級只有3喔 攻擊他一下看看好了 欸他他那個他把自己全起來了 所以要瞄準他的頭色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嗎 那個可能暈眩的效果會好一點 所以要看看能不能把他改暈眩了 喔天啊剛剛不知道是都出了些什麼樣的問題喔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是要花非常多隻劍然後才能夠把他們給弄暈了才對阿 對啊就要像現在這個樣子喔 比較正常一點 我看還要再花多少隻劍來弄暈他吧 然後等一下再來慢慢的來訓服他吧 反正最後我只是那個目標是要先把那個圖鑑給收集完嗎 喔他終於暈了 他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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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級比較低耶好像比較容易把他給射暈的樣子 那就沒問題啦 那我就來馴服這一隻吧 奇怪了 前面這兩隻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我都莫名其妙馴服了兩隻 這是莫名其妙 好啦然後在這邊的話呢我有這麼多隻的 也不能說是恐龍啦應該說是遠古生物在這邊吧 我想應該是蠻安全的啦 我要馴服這一隻白色的應該是很安全的事情 然後我還有很多的這個藥劑就丟給他吧 我想這邊應該是用共用來馴服他沒問題了 他們都過來了嗎 有都過來了 好叫我們在原地停一下好的 所以這一集的話呢我們就在這裡結束囉 那下一集的話我想我大概就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給馴服了吧 不過他這個真的是很麻煩的一個東西喔 就要一直不斷的操控他吃啦 好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下回再見了 掰掰